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美国其实在美国政坛当中真正潜在最大一个问题 他表现出就是民主党人和左派势力对他那种焦虑中的关注 接近最大可能去阻止他 我们现在能够知道最新的消息呢 在星期五的晚上有一半的有关制表跟投票机 已经还回了马里科帕县的他的仓库 他在选举中心打包完全打包还 我看他在他的推特上 就是亚利桑大的这个审计的一个专门的推特账号上说 有一半机器已经打包还回去了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庆祝的时候 原因就是他们已经完全复制完成了 在有关投票机上的所有资料的这些备份 也就是说他拿全都复制过来了 所有资料都拿过来了 然后他把这份备份留在后面的时间里 将进行分析和研究 他等于把相信包括他的软体 包括他里面储蓄的资料 包括他运作的程序都在其中 那这对于审计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进展 也就是说他大概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他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检验完一半的投票机 很大的问题出在投票机上 所以当他这样的消息披露出来之后 代表着他手当中 就是现在的人者 网络忍者的手里当中 有着相当一部分非常确凿的原始资料 只有等待分析了 另外他已经触及到的选票 我看到最新的数据大概不到20万 大概不到20万 所以在星期五的 准确说应该是星期四的晚上 他把他整个的shift 就是他在里面放的那个检测的桌子 完全都各自增加了一倍 甚至多 甚至还多 增加了一倍 甚至还多 这样的话 就使得他的整个运作的速度 要增加一倍 甚至更高 原因就是说 在法院的判决书之后 星期四 法院的判决书之后 那这件事情结束之后 那作为审计者 已经破除了有关法律上 司法本身上 给他带来的麻烦 他就尽他最大可能 要在限定的时间内 5月13 5月14号 限定的时间内 完成神级 他主管这件事情的 原来的亚利桑那州的州务卿 贝内特 也明确表示了这个态度 所以他就说 可能会增加到三班 乃至四班岛 这是我们能够看到 基本能够看到他的进程过程 相对来讲 应该是比较乐观 但同时间 在他的审计的过程中 出现了个错误 不是个错误了 出现了一个巨大麻烦 在法官马丁 判决要求对方 必须公布他的相应的 规章法则之后 那网络忍者公布了 三份文件 结果在星期四的夜里 在星期四的夜里 ABC驻当地的记者 拿到了另外一份安全文件 这一份安全守则 是网络忍者本身 针对在他的审计的过程中 可能会出现的冲突 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社会上的 捣乱者 他们做出了一种安全 就是安全守则上的一种排 一种安排 他直接点名了安提法 他说安提法可能会成为一种 在他的检测中心的外部环境当中 制造混乱 那包括可能会放火 可能会更加的对人身出现安全威胁 所以给他参加所有进行检测的人 这些合同工 这些志愿者和观察员 都提供了这样安全守则 而这份安全守则 当时在法庭上的时候 是出于对别人的安全 所以提出的条件就是说 只能有律师观看 而不应该把内容泄露给公众 所以到了星期四夜里 当ABC的记者 把这份东西放在推特上之后 那就出了问题了 就说明已经被泄露了 那泄露的是谁 就可能是对方的民主党的律师 民主党的律师 就当时跟马丁 是同时间进入那家律师行 那布朗律师行 后来跟另外一个律师行合并 是民主党在全美国最大的律师行 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在亚利桑那州 调提麻烦的律师行 而这套巴尔人 恰巧就跟自己的老同事 充当老东家 跟马丁就在法庭上交手 故事是这么来的 所以就把他把这一份文件泄露出去 也就成为了 网络忍者自然就成为了 安提法最主要的攻击对象 所有参与审计的人 他们的人身安全 即刻处在一种相对被威胁和危险之中 这就是今天的美国 这就是不择手段的民主党所作所为 那网络忍者当面对这样的故事的时候 就星期六上 向法官提出了要求 要求召开紧急会议 因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是人们处于了一种 等于对审计出现了一种干扰 那同时 在星期五的时候 贝内特讲说 在他们的审计的停车场 出现了一些记者 所谓的记者 去拍照那些审计者 去拍照那些工作人员 拍照那些参与审计的人员 那给那些人员带来了恐慌 给那些人带来了恐慌跟威胁 因为那都是个人的工作 对不对 那他们将用于什么目的 大家很简单 就是在民主党与民主党相挂钩的 包括FBI 包括司法部 我们都看到了那一份的威胁 在宾州 当时在宾州的邮递员 站出来再谈到有关 邮寄选票改日期的问题的时候 FBI的人 就登门去造访 从而威胁了他 这是我们看到的故事 完完全全看到的故事 所以今天的美国的司法部 跟他的FBI 成为了民主党的 党的一种 以国家名义的威胁的工具 已经直接威胁到 就是这个国家 在向一种党国的方式 在转向 在转向 这个变动 这个实际的动作 是显然一见的 所以贝内特就在今天的 昨天晚上和今天的星期六了 他的记者会上就发出了呼吁 他认为 作为法院的做法 和我们看到一些媒体的做法 里面暗含着很大的威胁 那这种威胁 在文件公布的时候 在网络忍者 跟亚利桑达州的参议院 决定公布他的文件的时候 其实已经包括其中了 我们当时也跟大家解释过 那这只能擦着下一步的做法 因为法庆失败了 所以这是在美国 在这一次审计过程中 我们截止到一个星期之后 我们看到基本的概念 那而这个概念 针对的是谁 针对的是这个大选结果 对吧 那所有自由派 所有左翼的 都竭尽全力 去阻止这一份审计的话 为什么 本来选票就很简单吧 那一人画个钩 一人发个坑 一人拉了抛屎 一数多少屎就完了吧 他不 他就不让你数 这就是今天民主党人的说法 说如果你数了 就破坏选票了 那选票留下来 不就是为了数的吗 选票留下来 不就是为了神迹的吗 如果选票留下来 谁都不能碰的话 你有病啊 你是不是神经病啊 那么选票留下来 不许动 那你为什么要留下来 他这个就是没跟你说 什么都是 他什么东西都可能 就不是人 那是宪法规定的 他要保存18个月 是22个月 保存干嘛 保存下来 就是为了人家看的 是不是 又不是给你擦屁股用的 所以这是今天 美国社会变化之后 我们看到的 真正的邪恶的部分 那作为佐证 朱利安尼在上星期四 遭到了FBI的搜查 他在曼哈顿的办公室 跟他的家 都遭到了搜查 那签署搜查令 是来自于司法部 结果朱利安尼连续上 上媒体就讲说 他们寻找朱利安尼的 这个与所谓乌克兰的某些 被地下的交易 为借口 他们真正搜查的 是朱利安尼 跟作为川普总统的 私人律师 他们之间的相互文件 和文书的往来 表面上查的是朱利安尼 实际查的是川普 这是今天 美国政府 美国现任政府 美国司法部 跟FBI 他们采取的行动的做法 采取行动做法 而这个做法的本身 让我们看到了一份罪恶 今天 就是这份罪恶 是指今天的美国政府 今天我们现实看到的 所谓的拜登政府 它代表的是个人一党的利益 完全代表的是个人一党的利益 完全代表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在转向党国的一种方向 而对川普 而司法部 跟FBI的本身的出手 代表了更深的含义 就是说 我将以国家的名义 对你治罪 我将以国家的名义 对美国的民选总统 采取一种政治手段式的迫害 然后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